来到中国广州白云机场安检 入境的旅客若无其事将包包放上安检运输带 结果这金光闪闪的链条一出场就因为实在太闪 立刻引起海关注意 当时官员发现一名旅客随身携带的跨包过机图像一场 这是广州海关最新扑获的一起黄金走私案 女性嫌犯竟然把鞋背包的背带换成纯金链条 还大啦啦背着通关 想不到最后放入X光机扫描 图像显示鞋背包上的金属链条密度过大 疑似是贵金属制品反而当场被带 海关官员随即进行重点查验 发现该名旅客携带跨包上的金属链条通体呈金黄色 硬度较低重达500克 随后海关官员又在同一班过境航班的另一名旅客 随身携带的行李中查获一个类似的鞋背包 包上的金属链条目测也是黄金质 最后检测重量达299.4公克 经送专业机构鉴定确定上述两条金属链条中 黄金含量达99.9% 总重799.4克 上述旅客承认未躲避相关监管规定 自行更换跨包链条 消息一出引发中国网友热烈讨论 有人说走私盼挺有想法 是个人才 越人大赞 海关火眼睛睛 但总有人想停而走险走私黄金 香港海关四月破获史上最大黄金走私案 嫌犯将黄金涂上颜料 伪装成压缩机零件 这正是因为今年国际金价一路看涨 不断改写历史新高 年轻人也风买当投资 按照目前国际金价 广州机场抓到了799.4公克黄金 价格突破台币200万 只能说沙头的生意有人做 赔钱的生意没人要 金光闪闪的真金白银 总让无数投机客想尽办法变现 下期新闻也有关键报道